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12月29日 中国号称又搞出了一种能够治疗新冠的神药 叫做VV116 这两天中国的媒体都在宣传这个治疗新冠的特效药 号称呢,说临床试验的结果证明了 它比辉瑞治疗新冠的特效药 也就是那个帕克斯洛维还要好 而且呢,这个实验的结果是发表在权威的学术期刊上的 是发表在美国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面的 已经获得了国际的公认了 那些一直在攻击抹黑辉瑞的药物的人 比如说司马兰 现在呢,也在吹捧中国自己搞出来的这个神药 那很多人就来问我究竟对这个VV116要怎么看 那我今天呢,就来讲一讲这个问题 这个VV116,它是军事生物这家公司呢,搞出来的 这个临床试验,是在上海的几家医院做的 是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做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拖了大半年,才在这个时候拿出来发表 我仔细看啊,他那篇论文 论文里头倒是没有说 哦,我们这个药,要比辉瑞的那个药要好 而是说不比辉瑞的药的疗效差 也就是所谓的非烈效 这个是有一个术语的,就是证明说 这个药物要比另外一种常规的药物 比起来呢,不差 叫做非烈效 但是呢,根据这篇论文的内容 他这个实验的设计 还有呢,号称取得的那个结果 都是有问题的 哇,先来说一说 这个实验设计的问题 他号称做了三期的临床实验 那临床实验设计的一个重要的经标准 那就是要双盲 这个也就是说 病人不知道自己服用的是哪一种药 这样的话就不会说产生这种心理暗示的作用 医生护士也不知道病人服用的是哪一种药 这样的话,在判断疗效的时候呢 就不会出现这种主观的偏差了 但是呢,他这个临床实验没有做双盲 而是单盲 病人不知道服用的是哪一种药 但是呢,医生是知道的 这样的话,在判断疗效的时候 就会出现主观的偏差了 那为什么你不采用双盲而采用单盲呢 那负责这个实验的人 解释说 哦,说是因为时间紧 做不出来模仿灰瑞的那个药物的假药 所以呢,只好做了妥协 改用了,单盲了 原来中国的药厂的造假技术这么差 居然做不出外形 跟灰瑞的药一模一样的假药出来了 作为安慰剂来用 连印度的小作坊都还不如 现在在中国卖花俩的 那个所谓的印度的仿制药 我查了一下 就是一家小作坊做出来的 那家公司的注册资本 只有一万元人民币 我怀疑是中国人跑到印度 去注册,然后专门卖到中国来的 但是即使是印度的小作坊做出来 这个药它至少外形上跟灰瑞的药是一样的 有没有含有灰瑞的药的成分 那另说极可能是没有那个成分的 但至少外表上看上去是类似的 所以你难道中国的这些大药厂居然连这么简单的模仿 外形的技术都不具备嘛 都做不出来嘛 所以这个是非以所思的 好吧 但不管怎么样 你这个实验的设计 是有缺陷的 那么呢 它要达到的 那个结果 也是很成问题的 这个临床实验的目的是 为了证明说 我们这个药 VV116的疗效 不比灰瑞的药的疗效差 那灰瑞的药的疗效 指的是什么呢 大家知道 灰瑞的这个医药 是让那些高危的人群服用的 是在症状出现的五天之内服用了 然后呢 能够降低轻症转重症 这个可能性呢 降低了90%的 那么你要跟人家辉瑞的药比疗效 那就应该证明说 如果在出现症状的五天内 高危的人群服用了以后 那么能够降低轻症转重症的这个风险 达到90% 甚至呢 更高 那才能够说明说 我这个药不比灰瑞的药差 对不对 但是没有 虽然这个临床实验 当时提出来的目的 就是为了证明 说轻症转重症的风险 大大的降低了 要比辉瑞的药是不差的 但是呢 后来把这条给去掉了 为什么呢 因为说参加试验的这些病人呢 不管是哪一组 是吃灰瑞的药的 还是吃这个VV116的 都没有一个转成重症 没法比了 说是因为 现在 Omicron这个毒性 太弱了 轻症转重症 不容易了 所以呢 就没有一个转重症了 Omicron的毒性 是不是弱到了 让你临床实验 都没法做的 这个地步呢 没法去做 究竟有多少的轻症转重症呢 那当然不是了 我举一个例子好了 默克治疗新冠的那个药 我叫做雷神的锤子的那个药 最近呢 刚刚在英国完成了临床实验 结果呢 表明那时候这个药 它轻症转重症的 这个比例呢 跟吃安慰剂的 那个那一组呢 比例是一样的 都是多少 都是百分之一 而且呢 它这个实验 针对的是那些 已经普遍接种的疫苗的人群 也就是说 他们是属于这种低微的人群 那么即使是低微的人群 它这个重症率 还有百分之一呢 更何况是高微的人群 这个VV116的 这个临床实验 是最后有741个病人的 那么按百分之一算 就应该有七个左右的重症 对不对 何况呢 这个百分之一指的是低微的人群 而这个试验号称呢 是针对的高微的人群 那这个重症率应该高得多了 应该有那么几十个重症 才对的 怎么可能说一个都没有呢 所以呢 这个结果呢 是让人觉得很可疑的 这很可能呢 就是把那些重症的都给排除掉了 发现呢 也吃这个VV116的这一组 重症的人数呢 要比吃辉瑞的那一组 重症的人数太多了 干脆都不算了 那这个当然是我的推测了 因为从他的这个实验数据看到排除了很多人的 入主的人数本来有接近一千人的 但到最后呢 就留下了741个人排除掉了非常多的 所以呢 那就让人觉得那是很可疑的 那好 这个VV116并没有证明说 能够预防轻症转重症 那么他凭什么说 我们这个药的疗效要比辉瑞的好 或者说不差了 他们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证明的 是从所谓的就缓解症状的这个角度来证明的 说是吃了这个药以后 轻症的患者症状缓解的这个时间 要比吃辉瑞的那个药要短 吃辉瑞的那个药缓解症状的时间 中位数是五天 吃这个VV116缓解症状的 那个时间中位数呢 是四天 差了一天 就说我们比它要好 但是呢 这个结论还是有问题的 这第一呢 我仔细看了一下 他们那个论文的数据 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地方 大家知道 辉瑞的这个药 是要在症状出现的五天之内服用的 它这个VV116也是这么要求的 也是要在症状出现的五天之内服用的 但是呢 并不是所有的参加实验的这些患者 都是按这个要求来的 只有百分之七十几的人 是在症状出现的五天内 开始服用药物 而这部分人呢 两个组是没有差别的 不管是吃辉瑞的药 还是吃这个VV116 他们缓解症状 症状改善的时间的中位数 都是五天 也就是说 你如果按要求来服用的话 两者没有差别 看不出好坏的 那么啊 为什么会出现呢 要说吃VV116 要缩短一天 这么一个结果 那是因为还有一小部分的这些病人 他们是已经过了这个症状五天之后呢 才服用药物的 结果呢 反而是这一部分的病人 缓解症状的时间更短 明显的是比那个五天更短 然后呢 才会出现了 说只有四天这么一个结果的 那这个结果呢 就不符合常理的 因为一般来说 应该是 越早服用这种抗病毒的药物 那么呢 效果会更好的 结果你不按要求来 超过了五天才服用 反而呢 效果更好 这个就不符合常理 就让人怀疑 他的这个实验结果 究竟是真是假 那么再退一步说 即使这个实验的结果 是真的 那表明了 说服用这个VV116 改善症状 这个时间呢 不比辉瑞的差 你就不说比他好吧 就算不比他差 因为他们也不敢说更好 那能够说明什么问题呢 因为辉瑞这个药 它并不以缩短症状 这个时间作为疗效的 辉瑞自己也做过 临床的实验 是针对的是低微的人群 看能不能缩短 这个症状的时间 结果呢 发现 跟安慰剂组 是没有差别的 都是五天 这个症状 获得了改善 也就是说 回对这个药 它本身 并不能改善 这个症状 缩短的 这个时间的 你跟安慰剂 是差不多的 所以如果说 拿安慰剂来做实验的话 我怀疑你 这个什么VV116 缩短症状的时间 跟安慰剂 也是一样的 所以 并不能说明 它的确是有效的 再退一步说吧 即使它真的是能够缩短症状的时间 那么有啥用 缩短一天有什么用 没有用的 你这轻症的患者 本来 那个症状就非常的轻 他们自己 有一个判断标准的 说判断 这个症状的 严重程度 是要打分的 最轻的是零分 最高的是33分 那么 被他们招来做实验的这些人 他们症状 最严重的是多少 是三分 也就是说 其实都是非常轻的 以及缩短这些症状很轻的人 所以能够缩短一天的时间 有啥用 没有用的 所以这样的一药物 根本就不值得去服用的 即使它的临床结果是真的化 有的人可能觉得奇怪了 如果临床试验 像你说的 并不能证明什么 那么为什么能够写成论文 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这份号称比较权威的医学杂志上呢 你要在一个学术期刊上 即使是在所谓的比较权威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只要呢 只要有两个或三个审稿人 同意就可以了 而且呢 这个审稿 未必是审的 很认真的 很多人 审这个稿了 是很马马虎虎的 就这么随便让你过了 一般呢 也不会去找这个投稿的人 要原始数据的 只是来看一下你这个论文本身的 所以 即使是在 这种所谓的顶级期刊上 发表的论文 往往呢 也会存在着很多问题的 我在读博士生的时候 我们实验室 是每周要开一次会 那除了介绍自己的工作 另外一个内容呢 那就是 拿一篇在所谓的顶级期刊上 发表的论文 大家呢 来做分析 那往往 都能够找出一大堆的问题的 所以呢 即使是 审过稿 发表在顶尖期刊上的论文 也未必是靠得住的 大家不要去迷信 这种所谓的顶级期刊 更何况 你这个顶级期刊 有时候呢 发表不同的论文 会互相的冲突的 那比如说 那个 治疗新冠的另外一种 要瑞德西为 就是人民的希望 他也曾经 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 发表过这个临床试验结果的 是两个不同的小组 做出来的结果 结果 互相冲突了 一个说有效 一个说无效 那你要相信哪一个呢 对吧 所以 在 学术期刊上 发表了论文 不等于 就证明了 它是有效的 更不等于说 像国内的媒体宣传的那样 获得了国际的承认 那么你要怎么证明一个药物的确是有效的呢 第一呢 你要认认真真的 严严格格的 做三期的临床试验 随机的 双盲的 有安慰剂对照的 临床试验 现在呢 这个 VV116号称 也在做这样的三期临床试验 那么呢 我们就等它这个三期临床试验的结果出来再说了 不过呢 我想提醒大家一下 如果它这个三期的临床试验 跟刚才说的那个临床试验一样是在上海做的 或者呢 在中国的其他地方做的 那么呢 我是不信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的医疗系统是极其腐败的 做出来的临床试验结果是不可信的 你想要什么结果 就给你什么结果 第二呢 你做出了临床试验结果之后呢 那么呢 应该是提交给药监部门 由他们来审核批准上市的 但是呢 如果是让中国国家药监来审来批的话 那也是不可信的 因为中国药监的 那是随便乱批这个药物上市的 更何况呢 本身也是极其腐败的 真正可信的 被世界公认的 是美国FDA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所以你如果对自己的临床试验结果很有信心的话 那么呢 那么呢 你就应该是向FDA申请批准上市 FDA要批准是非常的严格的 需要你提供各种各样的原始的数据的 是要由十几个专家来评估 来审核批准的 像灰醉的那个药 它就是做完了临床试验 而且呢 由FDA批准上市了 而且呢 在实际的使用当中也被证明了 的确是非常的有效 这个就值得我们信任 所以在这个所谓的Lily116 做完临床试验 而且呢 获得FDA批准之前呢 我们都没有必要 去相信它 不管媒体怎么吹 好 今天的节目就做到这里 下次的节目再见